今天章姆斯在其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他参加训练赛的图级,并配文,为伟大而奋斗,能够判出,在章姆斯这个33岁的年纪里,他依旧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,即便他已经功成名就,即便勇士队如此强大,他依始终在为冠军而努力, 他不愿意放弃哪怕是一丝的希望,我们知道纵观詹姆斯整个职业生涯,他都以自律而知名,严苛的以实现至于一丝不苟的训练态度,这些东西似乎与一丙的天赋相矛盾,因为很多球员就是坐在天赋上吃饭,忽视训练与技术,但詹姆斯并非如此,他懂得只有兼具身体与技术,才能够去追求伟大,毫无疑问, 如今这个时代属于勇士队,这支队伍里有太多球星了,而且不仅是球星多,他们还有两位知心库里和杜兰特,库里的存在让对手的团队防守难度上升为一个新的高度, 因为你必须包夹他,才能勉强限制其三封火力,不至于过早的卖在他的原射上,但这样就导致了团队防守的漏洞出现,而杜兰特呢? 他的存在往往会让对手对于一次攻防回合的努力化为乌有,当勇士的进攻套路在一个回合里,已经被破剑带剑,眼看就要用匆忙出手完成勉强进攻时, 这会儿皮球都会交给杜兰特,而阿杜,是具备无视防守并瞬间高效,完成投射进攻的能力的, 他的存在,将勇士队保证了进攻起码的效率,打击了对手的防守信心,到连忙中存在这样,被一支球队的时候,其他对手剩下的就只能是无奈,只是在这种环境之中,还有一人在四年里不断的挑战勇士, 并让勇士队业颇为难应对,他就是詹姆斯,也只有詹姆斯率领的球队,能够让人们留有一线希望,毕竟他在2016年就曾经做到过,所以只要有詹姆斯在,湖人队的征换之路就有可能。